敢不敢去超市买一半苹果 那另外一半怎么办 每一次做这种挑战 我刚开始都会很忐忑 因为这个没有剧本 生鲜超市到达目的地 苹果在哪里 苹果 苹果在这里 哦 看到了 这么多种品种啊 这个颜值比较高 我可不可以只买半个 可以 可以啊 真的我买半个可以吗 可以 真的可以 可以 你们听到了吧 阿姨说可以 在摄影台直接买 哦 摄影台直接买 不是 这也太简单了吧 买半个苹果 帮我切一半 切不了 切不了啊 阿姨帮我切一下 没有刀 没有刀 那个阿姨跟我说 可以买一半 收银员说没有刀 所以我现在先要知道 这个苹果的价格 待会儿我再找人拼单 你帮我撑一下 这个苹果多少钱 5块6 5块6 我不能只买一半吗 不能 她说不能 那5块6 我找人帮我出2块钱 然后一人一半 可以啊 我出2块可以 您出2块可以啊 不开玩笑嘞 这个我刚刚撑的是5块6 您出2块切一半 您一半剩下的一半给我 好 那你要给我们带皮肤呢 我都能出2块钱呢 我这不在记录视频吗 好 我出2块 好 阿姨同意了 不后悔 不后悔 可以是吧 可以 阿姨已经肯定了啊 我给你出2块 好 买单 OK 买单成功 阿姨的5块6 我已经买单了 然后您现在给我转2块 好 那您扫我微信 好 我扫你微信 我就出2块 好 这个收款嘛 我得去追过了 就您这个心态 这以后生意绝对好 好的 收款2元 好 现在给阿姨切一半 我看一下能不能掰开吧 掰不开 掰开了怎么办 开了 真的有裂缝了 开了开了 看 裂缝 裂缝 来 您选一半 多的 谢谢阿姨 干杯 生意金龙 谢谢阿姨 我成功了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挑战 你们知道我 我内心是什么感觉吗 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太顺利了 由此可见 刚开始的忐忑 都是自己吓自己 很多事情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对不对 太简单了 如果大家还想看范围做什么挑战 尽情写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见